嗨 大家晚安 我們今天要打巔峰聯賽 我今天開了一個比較特別的帳號 這個應該是目前台版最頂級的帳號 現在先來看一下什麼叫做全身加20的機體 先看看這個 他這個變身外觀 翅膀很大片啊 總之就是全身加20啦 神話飾品部分全部加20 然後一般裝備也全部加20 我這邊目前唯一需要再提升的地方應該就只有兩個 一個是附魔 一個是飾品類的部分 因為飾品類他換的是85級的飾品 但是還沒到雙洞 所以不能維持兩個紫色雙洞的 等於說他各讓一張卡片的意思 他兩個飾品各讓一張卡片 原因是因為要85級才可以升到20 如果是用65級的話只能用到加15 這樣會少了5點的精煉 能力上面會差蠻多的 然後再來就是附魔 這一隻的附魔我們來看一下 他的附魔其實洗蠻深的啦 應該是目前台服最高的 最頂的附魔 武器40級滿 尖銳6 飛甲40級滿 瓶瓶6 武器一樣只有暴擊流 不變 就是尖銳6 尖銳6的話是暴擊加16 傷害加9% 防御的話他改了 原本我們都是洗物理減傷跟魔法減傷 原本我們都洗銳戰 可是現在改變他洗瓶瓶 為什麼呢 他開始轉了防暴 主要是走暴抗跟暴防 然後他下面這個字條也是洗暴防跟魔防 然後鞋子也是洗瓶瓶 也是暴防跟暴抗 披風也是洗的瓶瓶 他現在是3瓶瓶6等 現在的頂克已經開始走暴防路線 等於說在PVP的戰場上面 如果你遇到鳥獵 你的抗暴不夠的話 你就會被鳥獵射穿 他這一隻應該全台服 9層的鳥獵打他不會暴擊 他的飾品也是洗尖銳 雙尖銳6都是40級 唯一還沒有滿的就只有神化妝 因為還沒洗到頂啊 石頭不夠 然後這邊烽火4 嘴飾的話是目前33級 還沒滿級 所以他還沒有洗到 但他洗的雙暴防出來 臉一樣33級還沒滿級 但他一樣洗的雙暴防 頭飾滿等35等 瘋火5 所以這一隻的飾品 洗練 附魔全都頂了 那給你們看一下 為什麼說90%的玩家打他不會暴擊呢 他現在還有讓 如果他再換個東西 我把他換給你們看 給你們看一下現在目前他的數值 暴擊防護178 我敢說全台服目前 你的基本暴擊數值超過180以上的 應該沒有幾個人 應該不多 他暴防178 暴傷防護27% 等於說一般的人打他都不會暴擊 然後給你們看一下現在 葡萄BUFF的傷害多少 如果現在葡萄BUFF我把這個換掉 換成小鬼女 如果葡萄BUFF的話 他的平A是長這個樣子 平A一箭20萬 我就是目前頂級課長 那一般的中小科也在他面前 就是打人如切菜 他可以一個打二三十個沒問題 戰力目前是38萬以上 那他其中最可怕的不只這個 他最可怕的是他的忽視防禦 1015 忽視物防%12.37 再來這個我就不解釋 可能有人可以撐到這個狀態 但是我敢說這個PVP的增減傷 我目前看過很多服的課長 還沒有到這個數值的 我們要打顛覆聯賽 顛覆聯賽其實已經開了第三天了 我們從禮拜二開始打顛覆聯賽到現在 他的機制蠻特別的 我們第一場聯賽也不是對跨服 我們竟然對本服的秀芬林他們 感覺好像自家人打自家人的樣子 我先進場 我來了我來 他們月亮很多人哦 月亮我在手 玩一下哦 我去星星我去星星看 他們現在在佔太陽 我去偷星星一下 我先親人我先親人 我先親手下 我快打下來了 星星沒有人壓了 我們清掉了 在10秒左右太陽會被站哦 好我先去撈太陽 太陽我到了太陽我到了 先讓他變他們顏色之後 我們再踩 這樣我們會有站點的一分的分數 然後一分半之後小怪哦 注意哦 我們盡量抓秒數啊 看能不能一個都不要掉 他們有一些人在壓星星哦 星星需要支援一點哦 我們圈內也沒有人 好我過去 太陽可以進去站了 我拉一下哦 我現在壓在星星傳點哦 他們復活被襲溫泉 出不來 來星星我踩我踩了 好可以 我踩到了 沒事沒事文了 他們有一堆人在星星外圍 蠢蠢欲動啊 我在這邊看 感覺這樣打好像不用出到王就結束了 我們一個點都不掉會是加分啊 三個點掉的速度上 我加上他們其實很軟 這一場應該偷看 等一下打完之後你們可以評判一下 是不是我技術比較好 有沒有覺得今天的白鬼比較不一樣嗎 你打的只有三層 只有補血天果不能吃 真的 哦 滴滴 怎麼可能我剛剛狂按耶 我剛剛狂按的怎麼可能 你屁 我早知道 我一看就知道你當我是蝦子 沒有他說無法使用啊 走 走走走走走 他們星星那邊復活點很多 一個人打五百個人 我都沒有死那麼多次 你怎麼死那麼多次 可能還要熟悉一下吧 不會輸不會輸不會輸 今天輸的話我切 月亮怎麼了 月亮掉了要講 月亮你們守住了我繼續要 星星我在 星星我在 沒事沒事剩十二個七個 贏了 結束 感謝大家 好啦聯賽戰報出來啦 差點被共玩超過 還好沒被他超過 不然被幹爆 我們第一名沒事 沒事啊 有贏就好啦我差點被切啊 我們來看一下聯賽 公會聯賽 再看一下聯賽賽程 我們下一次對的是 安安邊緣子 下一場 我們禮拜六要打這個 這應該是第一公會吧 第一公會 他們戰力也是非常高 我們來看一下 RO205非洲子民 兌換成功 看看我的非洲子民拿到什麼呢 好三星料理箱 然後樹枝 以及1888888 我只能說夠非洲啊 很適合我啊 蠻非洲的 這一次古城啊 更新之後 又把他的 怪物難度調降了 因為他有聽到我們反應啊 玩家的聲音他聽到了 原本的古城難度 真的是 強到靠北 現在怪物的血量是非常非常多 現在整個大幅調降 這隻改之前是500萬血 現在變成100萬血 所以他的難度是有大幅的平衡過 變得比較好練一些 所以古城是成為一個 90級之後的練功勝利 輕怪速度會快一大截 但是古城你們要小心的 有些地方還是很難練的 那個怪物打很痛 如果你在甲蟲啊 被三隻圍圍的話 有可能會死掉 不過對這隻來說 應該是沒有任何問題的 這個帳號有走到各地啊 都是不會死的 正常在這邊掛機單掛 不會建議掛甲蟲啊 我們舊的地方都會想要掛甲蟲 因為甲蟲可以幫我們把怪聚在一起 比較好打 可是這個地圖太強了 很多人掛甲蟲 反而會把自己害死 這邊掛機真的要換卡 以前的地圖其實不太需要換卡 你可能要換那種對應屬性的 像這邊不死屬性嘛 可是我們沒有暗神關卡 所以不能把盔甲轉為不死屬性 這時候我可能就會換幽波轉念 因為幽波可以讓你的無屬性傷害降30% 那這邊很多怪物其實是物理型怪物 換幽波傷害會變低 剩下的部位就不太需要動 好啦 我們今天直播就先到這邊告一段落 展示一下目前台服最強課長的帳號強度 他這個帳號目前的投資金額 來到了1300萬的廟幣 希望官方能夠把這個15萬的上限打開 能到30萬50萬都行 很多伺服器的課長團 我相信他們都已經超過百萬了 OK 感謝你們各位今天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會囉 大家掰掰